Hello大家好,这里是拔丝地瓜 在这个看脸的时代 社会中对美丽的优待 大家应该早已有目共睹 人们都想在生活中展现最好的自己 无论是在朋友聚会的合影 还是在工作面试的视频通话 一个好的外貌都能给人留下深刻的第一印象 爱美之心人人都有 变美的方法多种多样 而化妆就是其中之一 相比于整容这样要承受高额费用和风险的行为来说 化妆无疑是变美之路上碎变结的办法 来自日本的林木卫梦 就凭借着自己高潮的化妆手法 让本来平平无奇的自己 能神似十元梨美而大获 但这样一个有着除神入化般化妆技巧的 青楚系美少女在没接触化妆前 竟然被吵长得像青蛙跟鱼的结合体 林木卫梦是网上的一位化妆博主 她视频主要的内容就是展现 她那堪称换头的化妆技术 并靠着多个欺诈级别的超强化妆教学视频 获得了近25万粉丝的关注 而让她爆火的改头换面术的代表作 是只凭化妆就将自己变成了十元梨美的视频 不仅化妆前后反差大 还原度也相当高 简直和真正的十元梨美没有任何区别 惊得一众网友感叹 就像是天生的双胞胎一样 林木在拍摄化妆视频时 不仅总是以素颜出镜 而且长得并不算好看的她还会经常自嘲 称自己为丑女 以真诚不做作的性格火遍拳王 不过作为一个美妆博主 性格和文案都只能算是锦上添花 真正让她在圈内站稳脚跟的是 在她比较难看的素颜状态下 拍摄出来的装前装后的强烈反差 足以让看视频的网友们都大吃一惊 甚至有人将她的化妆技术评为诈骗级别 被震撼的网友们在网络上纷纷转载 林木的化妆前后对比照片 吸引了许多路人围观 让她小小的爆火了一把 如果光看林木在化妆视频里遇上的成就 她无疑是十分优秀且技巧娴熟的技术流博主 虽然她的化妆水平非常高超 像是练习了很多年的样子 但她的年龄其实并不大 林木在19岁时就开设了自己的化妆频道 以不整容也能很可爱为频道的特色来制作影片 她所开设的教程课 让许多原本自卑的女性 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化妆方法 从而提升了自信 展现独特的魅力 然而在万千追捧的背后 却隐藏着林木一路以来心酸的成长史 作为一个外貌条件不尽人意的化妆博主 她跨过了许多困难 才能将闪闪发光的一面展现在影片里 1997年3月27日 林木出生于东京 作为一个在时尚大都市长大的女生 见过不少漂亮女孩的她 从小就有一颗爱美的心 但可惜的是 林木不像身边的女孩子那样 天生就有一副美丽的脸蛋 她的脸可以说是非常难看 看着身边不化妆就光芒四射的青春美少女 林木羡慕极了 她也想像其他女孩子一样可可爱爱 周末大方自信地穿着优雅的洋装 去商场拍两张美美的大头贴 但让她伤心的是 每当她精心打扮 尽力换上自认为最好看的衣服时 却总是被别人嘲笑 林木那华丽的洋服 配上暗淡无光的外貌 简直就像是癞蛤蟆在偷穿公主的礼服 除了服装用力过猛 她的面部更像是灾难现场一样可怕 林木的眼距本来就像垂头沙一样宽 妖艳的服装不仅没能遮盖住她的缺点 反而让她变得更难看了 甚至还有同学笑称 如果从林木的左眼打车到右眼 光是几步架就要1000日元 大家都嘲讽她是青蛙和鱼的混合体 尽管大家经常对她的打扮进行吐槽 就算面对她本人也丝毫不掩饰心中的恶意与鄙视 但这并没有打击到她 林木坚信 世界上没有丑女人 只有不愿意打扮的蓝女人 她从不过度在意这些不好听的声音 也不会因此内耗 有人说她一着夸张 她就去买简约清新的小裙子 有人说她气质不佳 她就跟着网路上的塑形健身影片锻炼身体 她一直坚持学习各种穿搭和打扮 上了高中之后 更是自信地想要成为一名模特 说实话 林木在此时确实已经小有改变 但距离模特这个需要良好外形和气质的职业 仍然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有一天 林木精心准备一番后 前去应聘模特岗位 然而在面试途中 面试官居然直言她长相太丑 还没等她展现走秀实力 就不耐烦地赶她回去了 这件事给林木造成了巨大的打击 她不敢相信自己努力了这么久 竟然完全没有改变她人的眼光 离开娱乐公司后 林木失魂落魄地回到了家 她对着镜子从头到脚认真审视了自己 恍惚之中 她觉得自己也好像真的如同学们所说的那样 是个完完全全的丑女 她开始觉得自己的脸上到处都是缺点 不仅五官不精致 面部折叠度也和平原一样毫无起伏 林木开始自我否定 她再也不想花费心思去打扮 精神面貌也变得颓废不堪 当初那个自信的小女孩 一夜之间变成了自卑的丑女 林木放弃了模特梦 她昏昏噩噩地从高中毕业 像普通人一样参加工作 她不敢再穿漂亮的小裙子 也不敢抬起头来看人 直到上班后的某一天 当她在电车上通勤时 一名陌生人在路过的时候 偷偷地嘲讽了林木的模样 那名路人特地坐在她身边 大声地嘲笑她像怪异的木介子娃娃 生怕她听不到似的 听到这句话 林木再也忍不下去了 她可以不在意同学的讽刺 可以接受面试官的批评 可她现在明明什么事都没有干 别人竟然还莫名其妙地奚落她 她一而再再而三地退让 换来的只是他人的无理取闹 林木再也忍受不了这种无端的嘲笑 下定决心想要改变 她开始寻找各种变美的办法 而整容无疑是效果最快 成效最好的手段 可这说来简单 做起来却并不容易 先暂且不替高王的手术费用 如果不幸整容失败 那未来可就真的无药可救了 但是除了整容 还有什么方法可以一夜之间变美呢 就在她纠结的时候 不知不觉路过了一家药妆店 看着货架上琳琅满目的化妆品 林木突然有种毛色顿开的感觉 没错 她并不是无路可走 其实还有化妆这个更为简单高效的办法 化妆不仅只是锦上添花 还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气质 她当初因为怕被同学嘲笑 一直不敢接触化妆品 与其继续过这种被人看不起的生活 还不如咬牙塔出第一步 她开始潜心学习化妆 跟着各种美妆博主 购置精致的化妆品 但林木并没有一味 照版美妆博主的手法 而是根据自己的面部特色 尽力研究出最适合自己的妆容 经过一番对比 林木认为 当红明星十元李美的清透感妆容 和自己最为适配 但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说 想要完美复刻女明星的妆 简直比登天还难 即使林木再这么努力 到最后仍然控制不好下手的力度 总是一不小心 就把自己的脸弄得一团糟 为了不再自卑身边的人嘲笑 她白天只能化一些稍微简单的淡妆 等下班回家后 她再把脸上的妆容卸掉 潜心研究十元李美的面部结构 和化妆技巧 尽力模仿十元李美的化妆手法 来进行技术练习 如果按照爽文剧本继续推荐 那接下来的应该快进到林木学友所称 狠狠打之前所有嘲笑过她的人的脸 最后靠着高超的化妆技巧 成为著名美妆博主 走上人生巅峰 然而可惜的是 林木的变美之路并没有那么顺利 在练习了一段日子后 她对自己的妆容越发满意 再次自信了起来 一次偶然的机会 林木发现一档名叫 化妆最像十元李美的综艺节目 正在招募素人嘉宾 这岂不是老天爷送给她一个证明自我的机会吗 林木提交了报名表 为这个妆准备了接近一个星期 她自认为 现在不说完全和十元李美一样 至少也能模仿出七八成感觉吧 可当她信心满满地 画着十元李美仿妆出场的时候 却又被浇了一头冷水 嘉宾在她刚登场时 就将全部的火力对准了她 其中一个嘉宾 更是将林木的化妆技术批评得体无完肤 认为她画得完全不像十元李美 甚至算得上是侮辱十元李美 让她先好好考虑一下自己的水平 再来参加比赛 以免给观众造成困扰 甚至在最后还嘲笑她 说唯一她和十元李美相似的地方 大概也就只剩性别吧 一番直白的话语狠狠刺伤了林木 正当她委屈地想要为自己辩解时 却一不小心说错了话 在日本总野 素人挑战嘉宾权威可是大忌 林木不但没能挽回自己的形象 还被大家误以为是听不尽劝的子大筐 网友们纷纷在网络上批评林木的态度 部分攻击她的评论甚至成为了网络上的热门话题 看着源源不断的恶评 林木再次坚定了之前的决心 他清楚 本质上还是因为自己画出来的妆容实在太丑了 为了让那群人改观 他必须要变得更好看一些 如果在此时选择退缩 那就真的要被别人误解一辈子了 林木开始更加认真地研究十元的妆容 眼距宽 他就想办法用眼影开眼角 逼头它 他就精进自己的修容技术 而且上综艺被吐槽的经历还让他意识到 仿妆除了拟态 更重要的是去求真 除了在外貌上不断靠近十元梨美 林木还经常观看他的影片 一针一针地观察他的一拼一笑 模仿他的神态 在林木的不断练习下 手中的化妆刷变得越来越灵巧 最后他终于画出了让自己满意的十元梨美仿妆 他的青蛙死于眼不见了 去而代之的是水汪汪的杏眼 原有的蒜头鼻经过一番修饰 变得更加精致秀气 此时的林木不仅长得像十元梨美 他那羞涩的十元同款微笑 更是让十元梨美的粉丝都分不清楚 到底是不是十元本人 这段十元梨美仿妆教学 最后获得了超过578万电击 这不怪网友们夸张 此时的林木已经将十元的脸部细节完美捕捉 从眼神到十元女神招牌的嘟嘟唇 都模仿得唯妙微笑 装前装后判若亮人 甚至有网友笑着评论 已经开始对身边的人感到不信任了 经过这则影片 林木一夜之间洗清了不听劝的嫌疑 摇身一变成为了网红美妆博主 但他并没有因此骄傲自满 也没有借着名气转行去心心念念的模特岗位 如今的他依然在网路上活跃着 分享不同的化妆教学影片 为那群自卑的女孩带来正能量 总觉得支持的评论比那些恶意重伤多了好多 真开心 妆画得超棒 很容易看懂 而且没有乱加东西 素颜也很可爱 我觉得你真的很厉害 我不是在诋毁其他那些上传化妆视频的博主 但是这个人的视频非常容易看 细节部分没有灯光遮掩 而且解释起来也很容易理解 好了 本期的拔丝地瓜就到这里 感谢朋友们的按赞订阅 下期也会给你带来更多精彩内容哦 感谢朋友们的按赞订阅